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何怀真 昨天的大牌 如果早上有看我节目 你应该会避开汽车零组件 我想这个地方就很清楚 大牌在大涨 昨天是开高走高 上涨了143点 那当下来讲 你看涨的时候大牌有量 是什么是主流 我不是没有提醒过 你可以把笔记本拿出来看 这地方就是我跟别人 在跟你谈股票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第一个我敢勇于提出我个人的看法 而且我最少我跟你讲说 虽然我们在操作上就是为了赚钱 但是在股市上投资朋友很喜欢 你常常会实际上 常常一波行情的一个启动 而后你在底部你绝对都 你没有那个去 你没有一个真正国际观的 包括你对那个产业面来 真的很深入的了解 你很难看到 但是所谓深入了解 很多人说这个是很难处解说 这个投资朋友完全在于说取决在于说你本身的一个眼光 包括你可以理性的看我的节目 说实上你不要说在这边当下来讲 有时候很急于说今天一定要干什么 实上我常常跟你讲的东西 你都可以从容的去印证跟下车 包括说包括去印证说 甚至拉回的时候你找买点 你一定赚得到钱的 真的赚得到钱 但是投资朋友最难的地方是什么 很缺乏耐心 他每次说今天要做什么 今天要做什么 我说如果你知道你不要来找我 我不是那种可以每天在那边跟你跟你 有机会带你赚你短线上热门的价差 那个说实上那个很简单的事情 对我来讲一点都不难 但是这不是你来找我的原因 我一直跟你强调 如果我今天是为了涨停 打这个电话进来 那真的说你再小看我何怀真 我跟你谈股票是什么 不怕你赚只怕你不敢赚 这边来讲 你就看一下昨天早上的一个汽车领主件 开盘的时候 如果拿这档股票来讲何大 这档股票说实在呈现就是什么 开低走 但这两天最热门 全部在汽车领主件 我怎么提醒你的 我说单单这部行业 谁是市场上最领先讲汽车领主件 我想你当下有见证 胡连就是因为它没有涨 很多在汽车领主件它的什么 它已经开始很乱了 有些涨有些不涨 代表说这个已经开始什么 你很难赚得到钱 尤其你要看什么 第一棒是谁 因为现在实在说 它真的是这一波行情 从胡连开始涨上 跟进棚 这是在四月份我跟你讲过的一些股票 尤其是胡连跟进棚 我都送给你的 而后到八月底的时候 我送你是黄天 好你看一下 这些股票什么时候 进来在汽车领主件 大家说电动车 我都知道它的利多 也不想跟你讲 那种利多说你自己看报纸就好了 好对不对 这地方来讲 但是陈一线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你不要去做动作 你把这个钱放在一些未来趋势主流 我说景气付出不会是在汽车领主件 它那个秉缩差没有很大 我跟你谈得很清楚 而且我跟你讲 我说这波行情在涨的过程 来到前一波的高点 突破八二六五 它是靠的是汽车领主件 没错还有 但是在这波行情来 汽车领主件在涨的过程里面 实际上量一直萎缩 但是昨天这行情对了 十月三号 你看看这一根长红棒 扎扎实实的上涨带量 我跟你讲 这就是嘎空开始 你要注意 这个地方行情说实 你要注意 我在跟你谈什么 你一定要赶快及时的什么 做一个转换持股的动作 否则你往后到年底的时候 你又非常遗憾 我跟你讲 在今年我看过很多的例子 不是老天爷不给你机会赚钱 是你本身很奇怪 你就是用那种 你的坏习惯 真的假的讲严重一点 你说你的坏习惯一定要改变 包括你在神父朋友 你要研究一个地方 虽然有些股票 看它趋势不对的时候 你任何卖掉就有好事 就是停损掉 真的说实在 你如果这边当下 有一直有很不舍 我刚买进 总是大盘在涨 现在有个问题是大盘在涨 一定开始有人什么 总该明天有个机会 卖高一点 你不要管那些 我一直跟你讲 趋势不对的股票 你不要看它涨跌 你就是卖掉就好 不要看它 你掌握真正什么是趋势 对的股票 我跟你谈的股票 第一个最大的一个 一个跟别人不同的地方在哪 我绝对不会是叫你去追高一些涨多国民 因为这样子投资朋友 你很难赚得到钱 尤其当下是个法人的时代 爆量开始之后 你开始要开始要做梦了 满天都全金条 你要刷得无法掉 对不对 我说什么是新主流 什么是新主流 这一波的新主流就是汽车领主界 这一波的新主流 绝对不是单单景气复苏 只有这个汽车领主界 它受惠在哪里 我跟你讲得很明白 单单电子股来讲 当然电子股会涨的族群会比较少一点 我承认 这我承认 但是它并不是电子股 它绝对是大盘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 尤其是一档 我告诉你联发科就好了 大盘是不是在嘎空 你自己看 大盘有量一定肯定 因为农券这么高 又开始放量 这代表什么 你小心 你的股票第一个 你一定不要去随便去认益 因为它的行情代表什么 它在嘎空 而且嘎空是嘎什么股票 这种大牛股都可以嘎空 我跟你讲真的 联发科这种大型股 是龙头股 而且我什么时候 你看融资一直减 它都 它持续在涨 这段时间的时候 说实话很多人都 都舍弃电子股的联发科 开始转换到汽车领主 这就是你非常非常当下 一直要调整的一个老毛病 因为现在联发科 你要从那个 你要看眉改 我就跟你讲过 说这档股票实际上 我买在360 进来都没有涨 但是你跟着我 你摸着你良心问他 这种股票会让你赔到钱吗 你回过头来说实在 那个昨天的汽车领主 一天单单一根跌平下来 我跟你讲真的 你全部什么都开始什么 你所赚的那种短下 开始什么 开始面临那种赔钱的一个压力 但是你跟着我很稳定的 好好的把联发科留下来 联发科哪一个位置 进来你跟我买的位置 到昨天任何人都赚钱 何况他实际上 看起来他不怎么样 在376块收在一个相对高点 但是实际上这种股票 对382看起来表面上没过 但是实际上 你还原他的什么 他的现金的除息 他早就已经创了波段的新高 你知道吗 所以看我的节目 如果你被洗掉 这个地方真的说 你一定务必 真的不只 我现在有时候 真的知道 我常常很知道 真的我会非常难过 因为你真的很对不起我 因为我跟你谈的东西都是什么 很轻松的 你可以从容跟上 但是很多投资朋友 反而是觉得 现在投资朋友有时候 你真的知道 你要去珍惜你周边 你可以很轻松 可以拥有的东西 因为那个稳定 才是你大覆大规的开始 你不要去急着说 很像说看行情 那边涨上 随便又开始 那边很急着 你越急躁 你越要把这个心定下你 来 然后你要什么 你要退出来 要冷眼的看看这个大盘 冷静的去观看 你就看了清 什么是真的 什么是假的 所以很多人会说 老师你为什么股票 看了这么样的 趋势看了这么样 所以没什么 因为我们很冷静 包括我不会什么 我没有很 我知道很多东西是假象 我看了清楚 这个大盘在干什么 那你看了清楚代表什么 你跟着我 我敢跟你讲 在底部的股票 一定让你赚得到钱 对不对 只是涨快涨慢 那时候容金又上来 那我请问联发科 现在本身是不是 放量的 昨天又放量的 你卖掉 你告诉我 找买什么位置回来 而且我跟你讲的很清楚 包括在这一次 最重要的是进来就好了 10月1号 我们的会员 一定会乖乖把联发科还抱住 而且一定还在加码 因为那天联发科刚好收来最低 破了366 我对 我跟你讲 366那个地方过了 是一个很重要的 他告诉你宣布 这档股票366 在上次我跟妳讲 366那个地方过关之后 这档股票势必一涨难跌 结果没有难得 10月1号的时候 又发布一个美国政府的关闭危机 好像全部都要倒闭 实在这种东西关闭危机 看起来是很严重 但你从这两天的美股来讲 它是跌的 但是又很严重 这是利空是假利空 虽然我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会员来讲 你要去注意联发科 在联发科那天又跌破366 来到365 但是你想想看这个地方是不是在 再回过来又是谁对 当然是我对了 如果你看记录线 你早就把它卖掉 那结果谁对了 好365块 到昨天378 还原 还原他的一个除息的话 实际上他早就已经创了破端性高点 是不是轻松赚 所以看我节目你跟我讲说你赚不到钱 说实在真的我会很难过 我真的会很难过 这投资报常常说不是老天不给 很多人说好难做好难做 都没有钱赚 我也跟你讲说的确 看起来台湾人现在什么物价指数都很高涨 你的薪水其实跟不上 但是你有方法可改变它 只要你给你拿你的股票做改变 不要切记不要追高杀低 你一定会有钱赚 而且包括很多报商品在帮你歌颂的时候 我跟你讲你真的还小你 你不要说我要这种股票你要再讲 我要买 越是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 你越要赶快离场 反而是联发哥那时 这竟然都没人跟你谈的 我就大胆跟你讲就是买它 它就是趋势波 但这一波大盘本身上攻9000点 甚至8500就好了 没有联发哥带不动 以联发哥今天上涨的话 代表就是说大盘肯定 它就是要动 所以昨天大盘涨了142点 最高来到378 收盘来到376 单单这个你值得的 这才是稳定扎扎实的获利 我跟你谈的就是这个东西来讲 那联发哥带领之下 我只要跟你讲 你还不来 其实来说一句真实 我也没办法 因为联发哥是跟你拔心肝 我跟你讲真的 联发哥未来等到有点 不小心来到400块 我也不小心来到400块 我在市场上就是这么奇怪 很多人开始跟你讲联发好在哪里 把我发布它 评价目标价调到哪里 你知道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之下 没有买在底部 你常常常常常会赚少赔多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跟你讲 联发哥很好赚钱 你一定要把它留下 我只能让口课你几句话 这句话 你要买的就是这种 在目前来讲 这一波行情的操作你要注意 汽车领主线就是比较小型股 不要太操作 小型股不如大型股 这一次来讲说完全是回过来 这种全职股比较大型股上面 你要注意我给你讲 就像联发哥这种 它会嘎空的 我常常跟你讲说 这种你没有看过大象会跳舞 这句话就是什么 这大型股也会嘎空的 我跟你讲真的 它就是名门正派 好进又好出 所以接下来讲联发哥所延伸的 你要注意当然所有的股票 它一定有一个最漂亮的 单单这个联发哥 你从他身上看有什么 从这地方就是什么 大型股开始在做启动 龙头股 龙头股 好我现在跟你讲 龙头股有哪一档是什么 一档是育民 2606 没有错它就是龙头股 所以这种股票基本上 昨天它也没什么特别涨 但我跟你讲说这种股票 你一定要给它一点时间 然后你不要这个地方来 你一定要给它时间 但是实际上它时间已经 你已经什么 已经也没有低档了 这就是你很麻烦 你常常低档的时候 倒一样倒一样 老师讲的没有涨 你都看到那个表面 我讲的股票没有涨 你不知道我的用心良苦 我希望你可以从容去跟着上车 但常常我跟你讲股票 我要上去 涨了你才去做追高 甚至什么 有时候你要快照把它卖掉 一档股票有时候该报你要报 有时候它趋势结束的时候 你真的又该出掉 这个地方真的很难跟你讲清楚的 所以我还跟你讲说 干脆一句话 你不要追高杀低 在股市你要赚钱 唯有什么 你赚多赚少是其次 但是你一定要记得 要买到一个相对一个 乏人问清楚 买跌不买红 你这样把握这个原则 你就不会什么 不会赚不到钱 这就是我跟你讲说 趋势看得懂以外 你成为赢家 最重要就是 尽量买黑不买红 你如果你要赚点小钱 这种操作方式 然后包括 输家你就会看什么 就看那个技术线型 跌破什么地方 你要设停损 拉高到哪里 你要放空 这个东西绝对不适用在一档股票 它的产业结构是相当的完整 它的渣子是相当的 你用这个东西看的话 你真的熟悉我 你在说什么 你就像玉民来讲 你现在看起来玉民 它竟然 我这么无聊 这两天 每天它一直黑开棒 一直黑开棒 我为什么要跟你谈这个 包括昨天它也没什么特别大涨 但你延伸它这个波段来讲 它就很有味道了 它9月实际上 这个跳空圈有没有跌破 没有嘛 它涨到53.4 好 回过来又给你机会 所以说我的节目说是 有时候是做什么 做一点好 做一点善事 给你让你知道说 什么是好的东西 你就不珍惜 所以常说我常常讲说 有时候要跟大家讲说 50.7又来了 好 来到55.2 你现在说55.2 又没有过 又跌回来 你又开始看不起它了 所以投资朋友 你要看得 在人要本身 你要看得起你自己的 就是说你有时候 一样东西的时候 你要珍惜它是在于什么 你不要只看涨 你要有本事在于说 它再回过来 你要知道说 哇 那个是如获至宝 不是 现在电商每天跟你讲说 涨停板那如获至宝 你是在听还要做什么 如果我现在时代的改变 你千万不要去听那些涨停板的股票 跟你讲真的 不是我嫉妒它 如果你喜欢这些 冲着那个涨停板的股票 你往后到最后你会一场空的 因为它终于结束的时候 就像进来的昨天的汽车零食店 很多档股票天天 我上个礼拜天天跟你讲 天天讲你不要动 你就你看这档股票也跌停板 一粒店 尤其这个核大更可怕 它股本多少你去看清楚 它这两天报了27000多的账 竟然电视上多少的 多少的节目在报给你这种 核大这种股票 你觉得它 你觉得你敢相信它 这种股票说是 它量报这么大 报这么大 27000多张 这不是出货量是什么 不是高档人家在做出货 今天会跌停板 所以你有手上有核大 你听别人的节目 你要自己去纠正 最少这种股票我没跟你谈 我跟你讲真的 你我一直跟你强调这种股票 如果你喜欢 你倒不容易去看育民 最少育民昨天来讲 果然 因为它六天就会一个循环 好1234 10月1号到昨天10月 昨天10月3号了嘛 对不对 这个地方来讲 它有没有 它有没有直接 再多六天 六天之后 呈现什么 你自己看 52.4 是不是 是不是 我没有提醒过你52.4吗 所以我还跟你谈什么股票 那既然52.4过了 好接着来讲 你注意看它53.4 它过了 它又再一次过了前波的高点 我上次跟你讲说这个非高点 果然也再来到一个55.2 好 它难得55.2又回到一个52.4 这个地方说实在 我就跟你讲说这个地方是买不是卖 对不对 好 现在53.4这个地方 它已经过关 这个地方既然不是过关 我请问你 上一波 你本身在55.2那个地方 创波段新高 没有卖掉 那个会是高点吗 问题是这张股票 有没有值得你赚个20% 为什么跟你讲这么多 这张股票说是50块 你赚个20% 实际上它不过10块钱 但是只来到60块左右 你觉得它容易不容易 我觉得它非常容易 但相对有些股票 你要让它赚个20% 它有这么容易吗 都涨多了股票 就拿这个汽车领主线这些股票 我就拿我的胡莲来讲好了 为什么我一直告诉你胡莲 我不要叫你操作 因为我有良心 不是说因为我卖掉 我嫉妒你再买进它 我干嘛做这种无聊的事情 基本上100块的胡莲 就像进来胡莲在95块 你要赚个20%容易不容易 它要涨到120块 有这么容易吗 涨这么高 那你基本上那时50块60块 你买上了胡莲 我就诚恳的告诉你 这种很好赚钱 你要随便赚个20%很容易 对不对 果然你也印证了 所以这些投资朋友 你只要把你的坏习惯改掉 正是你眼前的一些 我跟你谈的一些趋势逐流过 你给他一点时间 这个东西都是你的钱 所以你短线如果你说 老师55块那个地方 我要相信你最常买我股票 你会赚得到钱 你为了赚那种小钱 一块两块你不用找我 55.2 这个东西肯定一定过关 问题是这张股票 到底未来 它会不会复制 像胡莲一样的经验 涨了一波还有一波 你如果想好好的 确定要好好的操作这些股票 欢迎你跟上我们 因为毕竟这张股票 这是已经落底了 从这个地方开始上去 短线来讲55.2 你喜欢你最好卖高一点 不用来参加会员 但是如果你要好好的 掌握一档波段的股票 我跟你讲远东集团 下半年一定会做账 它的重点股 我认为育民来讲 是一个它非常重要的一档股票 虽然它目前来讲 本身景气付出概念股 看起来目前来讲 没有很多人在跟你讲航运股 但是航运股基本上 第四季你不要忘记 铁矿沙这个地方来讲 就是它这个运费 为什么第四季是一个旺季 因为亚洲跟欧美这个地方 一定有要运货 因为铁矿沙会提升的话 代表它们煤矿这个地方来讲 冬天会变得很冷 所以它包括它的BDI指数 在高档区的时候 它的运货量会增加 包括它的价格 现在已经来到2000点左右 这个东西全部所有的都赚钱 但是你不要忘记 为什么特别跟你讲的是洋民 因为洋民是散装货里面 它的船是最大的 所以代表它债货量也是最多 所以为什么说 包括远东集团又在年底 所以你今天不选择 你这种东西就一档 胜过你手上十档 你好好的把握 这种股票我认为 你要赚个10% 20% 太容易的 就是我跟你谈的股票 我也希望你跟上 你要争取 当然这种股票正在做启动 还没有正式开花 你都还来得及 也欢迎你好好的正规军的操作 如果你要赚你的小钱 还是Coccasual 你不用来参加我会员 你不要追高杀低 欢迎你看我节目就可以了 如果你真的要好好利用这波行情 相信我的为人 我不是跟你讲一直讲涨的股票 你想要好好的 你100万到年底能多个30万50万回去 这样不错 你觉得我这样跟你讲的是 你听得下去 你就把电话拨通 好好的把握我们这个当下 因为行情昨天是一个开高走高 涨了142点 它涨的是个正规军的股票 这波行情你会非常好赚钱 你只要选到一些名门正派公司 你这波行情会 你今年上半年都没跟上我没有 你这波行情一定要跟上 好好的把握一下 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下落赖地带 GO 好厉害 亚洲投步 第一手资讯 七七七 四十年来用心打造每个幸福梦想 找出幸福厨房惊叹号 亚当厨师 穿对服装 更要配在眼妆 更要配在眼妆 亚当厨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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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厨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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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还没掌停满 那在七十八十十五 看到七十八点 卖光光了 卖光光了 对不对 我会员全部都还有 因为这档股票基本上 我们在演讲会的时候 第一次的操作 实际上我就跟你讲过 所以一档股票操作 我不会说 但每档股票基本上它是个趋势 但短线有些量不够 该出的时候 我会叫你先不要做 那个追告动作 但是的确这档股票 它的一个 就是我一直跟你强调 汽车零组件 是景气复苏概念股 它不是唯一的 像这种房屋概念股 也是受惠股 因为年底一定要修缮 你的房子各方面 所以怎么可能说 它会涨这个不会涨 所以股票实际上 严格来讲说 你就乖乖的 一定要等它整理完美 买一些买低部 就是买黑部买红 对不对 就像9月4号的桥村 我那时明明白白的 告诉你73.6 实际上说投资朋友 有时候我真的 在心里也是有点感慨 你知道吗 很容易让你去 跟上的东西 你真的有时候 你尝尝什么 例如来卖掉 然后等到那个套牢 就是病急乱投医 就是有时候你有些股票什么 套牢的 你被人家吓到 然后有时候参加一些什么 因为有的没有的 这个地方来讲 实际上是不必要 实际上讲真的 我会再跟你讲讲什么 这波行情的10月份开始 你真的一定要换股 它很多股票珠羊变 所以我已经跟你讲这么清楚了 所以我说 我不知道跟你做什么声音 我只跟你讲 像乔春昨天要涨停板 开门 再度的创破烂新高 结果我叫投资朋友 一定说我没有了 为什么 因为你早就把他卖掉了 因为他没有跌 他比较慢 我把他卖掉 你是不是常选他很慢 对不对 我这两天 除了73.6 告诉你买进那时候 他涨了一小波 包括我画这条线是画脚的 你好好想看 现在9月5号跟你画这条线 到昨天已经来到10月3号 75块 额后我讲过他有来过 他来的时候你在干什么 你不敢买了 对不对 要么你就已经套到高档区了 但是你去瞅一场演讲会的时候 我很确定的跟所有的演讲会 包括在电视机观众 我已经跟你讲过 我这条线也画给你看 我不知道我跟你 我画得这么清楚给你看 画给你看 这个会过 这个会过 这个不会过 你看昨天一口气 从78点我开盘跳功开高以后 直接锁涨堤 代表什么 我的股票敢跟你谈在一个跌的位置 代表说 我一定有掌握 到底是谁在做洗盘的动作 可是你分不清楚 你在现行的时候常常把他 把他动作 把他抖抖抖抖抖抖抖 已经过关 包括你手上没有的 你要怎么做加码动作 这个地方来 因为这档股票基本上 就是我告诉你的 你可以利用他 利用我现在跟你讲的 玉民跟乔村这种 这种趋势主流股 他本身会让你 他我认为他非常好赚钱 他都是你的一档股票 可以胜过十档的股票 但是当下你要怎么掌握他 未来他的走势要怎么走的 我欢迎你还是跟你讲 你现在手上股票 一定要赶快做换股的动作 否则你往后非常遗憾 怎么样去转换到趋势主流 我欢迎你今天开盘前 把电话拨通就对了 好 祝大家收视频 明天见 Ninfinity QX70 X37 限量点藏专案 仅限二十台 有长厨 你家有大厨 长厨过去 各大百货专会 热卖中欧 超越大凡 领先市场挑战自我 掌握行情 市场的长盛军 亚洲投库 拥有一流的分析师阵容 坚强的研究团队 准确的多空操作 稳健的获利绩效 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资组合 亚洲投库 带您迈向不同高度 开启非凡人声 您财富的管理专家 亚洲投库 亚洲投库 珍惜所托 真情照顾 自己电话 有掌厨 你家也有大厨 掌厨过去 各大百货专会 热卖中哦